今年才21岁的屏东县排湾族青年宋维杰 从就读来艺中学开始就接受拳击训练 并且多次的获得各项比赛优胜 2019年4月24号 宋维杰还特别前往大陆海南省 晚间在海口市帆船基地的公共码头拳击场上 击败对手赢得国际职业拳王争霸赛优胜 拿到挑战IBO亚洲金腰带的资格 可以说是台湾全集界的一大亮点 心情当然是觉得是开心 但是感谢主 感谢天上的父母 裁判因子而误判就非常可惜 但是最大的关键就是赢的关键就是 他的那个教练 现场教练 俊章教练下的指令 他有配合的 完全的完全的配合 所以转共到整个技术的层面 整个赛场的层面 使他可以这次突破 这次可以战胜对手 这场国际职业拳王争霸赛 有12名海内外各地选手参加 盛伟杰跟大陆战车型选手周志轩 经过8个回合的对战 因为大陆裁判两次误判 差一点就失去了资格 幸好经过中国宝城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 也是台湾职业全级协会总顾问前宝城 向国际裁判抗议跟申诉之后 最近才扭转乾坤 反败为胜 而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样的国际赛事 结合观光旅游 做好海南自贸区港的工作项目 我们从12年开始做这个世界性的这些全球赛 已经做了游击市场了 那么海南现在国际自由贸易区港的建设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我们就想借助这个非常好的政策 把这种国际的赛事常态化的引入到海南 打造一个体育加旅游的一个融合产品 这个赛事除了我们在海口举办 我们曾经也在全国各地两岸三地 包括香港澳门都办过比赛 对我们这个比赛已经办了六年了 这一次回到海口 感觉到这个从省里面市里面 真的都是对我们 尤其是对我们台湾 这个友好的程度 让我着实吓了一大跳 虽然在这场拳击比赛中得到了优胜 但是宋伟杰说 台湾的拳击环境并不好 幸好有许多工商企业的赞助跟支持 选手才有足够的资源进行训练 并且有机会前来大陆参赛跟交流 他会结合来一高中拳击队 把自己当成领头羊 培养更多优秀的选手 让中华民族的体育精神 在世界发光发亮 记者崇文旭 小友金 大陆海南 屏东连线报道